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不过我们的带你来看到的是 最近还有一个讨论的话题也是很热 那么也跟拜登有关 那么他在G7峰会提出要18兆抗中卖华为5G的威胁 但是呢在北约军事抗中 在G7发动经济与科技一样是对抗中国 那么现在有人就说是冲着一带一路而来 没有错承诺五年要来募集6000亿的美元 这6000亿的美元并不是一笔小数字 美国的官员就说了 拜登团队认为全球各国逐渐察觉 这一带一路不能带来所期望的成果 所以就会接受美国为首的替代方案 譬如说像什么新计划可以提供华为以外 铺设5G网路的选择 那么美国智库也说了 要警惕中共借数字的技术来影响世界 国家安全项目的副主席他直接讲了 谁控制了数字的世界 谁就控制了真实的世界 很多国家都采用中国华为5G的技术 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其他民主国家 给他们可以选择的替代品 那有人就说那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是不是就快追上南韩了呢 专家认为华为的发展小晶片 要弯道超车 恐怕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可能是不太可能 但最近大家都很好奇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这样子处处针对他 那么他微博的热搜第一名 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 这件事情为什么 因为他就要去香港来参加了 很多人都会问说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到香港 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的时候 当时他还特别讲了一些话 内文就少了赴香港 也没提访问的日期 没提视察 那么中国惯例 逢五跟逢十的庆祝活动 都会格外慎重 怎么说呢 像是1997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为香港首任的行政长官 董建华主持了就任的仪式 香港回归10周年 回归15周年的时候 都有一些活动 那么我们也帮你整理出来了 其实上一次习近平 出现在香港也是五年前了 那么这一回 当然主权移交了25年 他们一定要来献身 来庆祝 来帮忙庆祝这个仪式 现在在香港 尽管这个疫情还是在发烧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升防疫等级 那么路上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五星期 但是现在就有一篇报道指出了 他不会在香港过夜 对于香港就是不放心 他说习近平防港两天 每天来回深圳 就是要住回中国的内地 真的是这样吗 他们说其实 这2017年的时候分析反映 习近平对香港在防疫 政治意识上面的安全都存疑 但是发表这一篇文章的 这个电台叫做自由亚洲电台 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同名电台 创立初期跟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是美国政府拥有并资助的 政治宣传机构 所以是不是美国在塑造习近平 连在香港住一晚都不敢的 这样的形象 美国跟台湾 他们现在还说出 是不是第一波反送中的幕后推手 那么前香港特首董建华 说陆媒认为 这个反送中是美国在背后资助 甚至是策动的阴谋吗 真的 这美中对抗有到这样的程度吗 蓝老师 反送中的问题本来就是美国在操作 因为这个证据实在是太多了 美国跟英国在香港的总领事馆 的总人数比在北京的大使馆的人数 多很多 这就是不合理的 有一两千个人在那边 北京大使馆才500多人 那你怎么会在一个领事馆 而且才700万人口的领事馆 北京它处理的是14亿人口的所有的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各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会在北京的大使馆 派那么少的人 然后在香港的领事馆 派这么多的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在做情报 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们在做情报 这个都知道 那么甚至在香港岛的半山腰里面 买了一大片地 因为当时是英国殖民时代 然后盖了一堆房子 就是给情报援助的 等到国安法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逃了 马上就走 然后贱卖的 赶快把那块地皮卖掉 处理掉 这个都是事实 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负责任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而且是当场发钱 被走路工 就是说找那个黑道的 黑社会的 还有就是一些年轻人 就是说你们去参加抗议 然后就发给你几百块港币 这个都是事实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这些动乱 其实是当初美国人 他们一手在策动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 对抗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打香港牌 他们认为说 大陆不敢在香港搞国安法 不敢 没想到 因为他们认为 香港的金融地位这么重要 中国大陆绝对不敢 不能也不愿 然后没想到 一个港版国安法就出来了 香港问题解决了 然后这些情报人员 现在没有自外法权了 逃的逃 溜的溜 所以我觉得情况跟 那个媒体宣传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讲的是事实 所以香港现在整个秩序都恢复了 台湾也民进党赚了一笔 因为民进党刚好搭这个便车 骗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台湾的年轻人是有理想性 有血性 然后一股脑昏了 然后被美国人这样子操弄 然后就相信了 结果民进党的政绩明明很差 九回忆选举败的一塌糊涂 结果莫名其妙一个香港问题 却让他在2020年能够继续连装 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事 但是它就发生了 好 那习近平到香港去 最主要我们觉得这一次 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新政府上来 新政府上来 就是香港因为他们特首改选 新的特首 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 那习近平来 我觉得这是对于他们的一个支持 鼓励 肯定 就是继续往前拼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亲自到 就代表说香港的疫情控制 其实已经有成效了 所以领导人就直接到香港里面来 我觉得这个都是代表说 前段时间香港的疫情非常严重 那现在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现在在放话说 习近平不敢住香港这件事情 是不是背后其实有一些操弄的意义在 其实住哪里 对于大陆的领导人来说的话 一定是以安全为主 一定以最安全的情况 因为以目前的国际局势的混乱 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不能发生 其实包括拜登 拜登为什么不去欺负 胆小吗 不敢吗 拜登你为什么不去欺负 去欺负走一走 人家强声都去两次了 你去走一下 那为什么不敢 这个原因你也可以说 他胆小 懦弱无能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我这个拜登去欺负 我这安全怎么处理 我这个飞机要过去 然后还要好几辆的 相同的黑头车 然后整个团队都要进去 然后我特勤人员 在那个技力又不好 到时候又喝酒嫖气 对不起 不能在电视面前讲这个 我又喝酒 然后又做了一些 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事情 然后又被 到时候又被遣返或是什么 那多难看 但这个是美国特勤人员 常常干的事 常常发生的事 在韩国也发生 在中美洲南美洲也发生 这个是美国 那问题就在于拜登 为什么不敢去 那是不是胆小 是不是懦弱 一样道理 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中CIA的这些宣传口 去攻击侮辱人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们就是那一套 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一次习近平据说 应该是已经得到确认了 会搭高铁到香港 搭高铁 那我觉得习近平如果是 如果是搭高铁到香港的话 其实这个等于是向世界各国 介绍中国的名片 因为中国的大陆的高铁 在全世界来讲 目前来讲证明它是跑得最快 最安全 最稳 而且最准点的 那他一旦搭高铁到香港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画面一播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高铁很强 那这个对于日本跟 法国 德国的这个高铁来说 那这个对于他们推销高铁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助力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很有可能会是大高铁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张将军 你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这个G7 他们发动了各种经济 科技在抗中 甚至说数字的技术 可以足以影响世界 您怎么看 这样的数字技术 是不是的确是现在 所有世界发展的关键点 对 以这些G7发动的经济 包含科技抗中 中共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经济 经济量到各个国家 去搞基础建设 港口 还有高速公共 水库等等的大坝这些做这些 经济力量进去之后会影响到政治 影响到政治 政府是受影响 那个就会被中共的影响力 又会渗入他的政府的部门去了 因为有经济的手会影响到政治 然后又政治会影响到军事 它是一连串的 所以希望国家有所警觉了 我要投资他们来做基础建设 变成这个状况 现在其实这个因为G7 G7头头是美国 美国的话 美国在跟 在川普政府时代的时候 就有贸易战 金融战 还有智慧财产权的这种战争 还有包括经济战 还包括税率 关税 加了好多的关税 货品不要进来 就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 因为中共是广大的市场 它的廉价的商品进来 造成这个 一般来讲 它的中产阶级以下 可以有比较便宜的这种消费 这样的话对物价就便宜 现在你提高关税 它东西就贵了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科技战这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跟将来规格有关 你高铁高铁的宽度 因为我就做的就是规格 我们今天为什么 我们今天飞行的时候 用的是英字 讲的是英尺 用的油量加了多少磅油量 炸弹是多少磅的炸弹 不是用公斤 高度不是用公尺 那为什么用英里用海里 因为这是西方国要制定的 等到这个科技战出来之后 我来规范这些标准 你那个轮胎的直径是多少 就是这样子 以后5级的 5级的这张规格标准就是这个 全部是要通用 你不可能用另外一套 所以这个制定的规格 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在里面 以后通通都按照我的规格来走 那我又是先行者 会有红利出现 那你现在按照我科技战 如果你拔得头筹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变成里面的红利在里面 以后规范规格 都按照你的规格走了 因为你不可能另外一种规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的规格 你包含我们讲到的 我们前天飞行的 各车的仪表 通通都是音质的 你讲的时候都是音质 那这个在音质上面 它就已经占尽了这方面的利益 你要学它的了 包含它的记令 包含它的各种的大小 各种的size 你以后的这些零件 你要向它买 你做不出来 你要这样子 因为它的规格 那你跟它 你如果自己要做成本会很高 而且做得不见得好 因为它有先行的利益在里面 那这样今天 所以为什么它有科技战 贸易战 经济战 金融战 为什么它有科技战很重要 因为这跟规格的制定 规格的红利在里面 那以后的话 这种利益的旁生的 那这只是一种 那只是这种经济 那你包含军事 各种武器各种 那通通更多了 民生用品 都是这些规格了 那这样的话 变成可能引导世界上 朝这个潮流去走 那这个状况之下 后面的这些商机 可能这些商机跟红利 那可能绵言不绝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要把它做一个 做一个直血的动作 让中共在这一方面 没有办法快速崛起 西方国家是这么想 因为基生们是复国俱乐部 那这样大家制作规格 保障既得自己的利益 而不要被中共的所瓜分 分一分更去了 他有这方面的想法 那其实这靠实力 那中共的实力 有这方面的经济实力 它已经到达了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到达美国的实力 75%了 那将来的话 如果再持续超深 因为中共毕竟有人口红利 它14亿1000万人口 美国3亿3000万 3亿3200万人口 那毕竟有人口红利 每一个拿1万 刚才赖教授有讲 每个拿1万的话 就是14兆了 那如果每人拿2万美元的话 那不是加起来28兆 那如果超过美国很多 美国才2 3兆 它必须人少 人少的话 它中产阶级 有钱的人 毕竟也会少 它中国人多 人多的话 有钱的阶级 当然穷人也多 但是问题 它中产阶级 跟有钱的人 把它垫起来了 就多了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经济上的这种 庞大利益考量 还包括军事 包括科技 包括金融 后面的庞大的利益 是相当多的 都是这方面的考量 不过话又讲回来 最近中国大陆 锁定的焦点 当然无非都在 香港回归的第25周年 那么当然 现在这样的消息 说习近平 连香港都不敢住一晚 甚至在台湾 还有人相信了 朱大你怎么看 我觉得先这样讲 一个援手决定 要在哪里落脚 除了刚才赖老师讲的 这个譬如说在美国 密情局要下决定 密情局要决定 总统你这样安全 我们能不能为安 如果不能为安的话 我们强烈建议 你不要留在这边 他不去基辅很合理 因为密情局没有办法 在基辅周边重建防空防线 以便不让恶军入侵 或者是重建反导弹系统 这不可能 所以以美国总统的角度而言 他们不该去那边 那同样的 你考量的是第一个 习近平跟他的维安单位 放不放心在香港过夜 如果不放心的话 他们选择进驻 或者是过夜的地方 有没有宣传的考量 刚刚讨论到 其实很简单 他如果在深圳的话 那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港珠澳生活圈 已经非常完整了 也就是我今天可以在香港 参加活动 晚上可以去深圳 然后甚至 他要去珠海什么东西都可以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他的高铁的宣传 他的交通的宣传 跟对于 之前我们一直讲 港珠澳大桥一建立 那是一个大湾区的概念 他今天如果要选择住香港 我们这样讲 如果以整个中共中央的 维安能力的话 他把整个香港会展中心 全部住都是他的人 他也做得到 那你觉得 所以他这样子不放心吗 以前 我们其实讨论过 因为这一次为什么觉得 习近平应该不会住在香港 就是因为 那个香港会展中心的定房 重新又开放了 那他原来是控制住 就不让你住 所以坦白讲 如果以维安来讲 真要做到滴水不漏 并不是做不到 但现在对他来讲 显然有更多的 国家的宣传角度要做 他必须要去深圳 表示这个香港跟深圳之间 是互通的 是开放的 高铁又很方便 甚至他坐高铁来 他应该也要坐高铁回去 那他的宣传意义 绝对大于一切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在对岸旅行的时候 你最害怕 就是说因为空中交通管制关系 所以你飞机通通不能起飞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那是因为领导要飞 所以他就算习近要坐飞机 他一定是百分之百有 他一定比所有人都快 都要安全 那为什么不做 那自然是因为 他觉得高铁的宣传 跟告诉大家说 我身为中国的元首 我都放心坐高铁了 那其他那些要盖高铁的国家 或者说像譬如说加州 你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技术呢 我们盖得快 跑得快 那而且元首也放心坐 我觉得大家不要单纯 从一个面向来看 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